哈喽大家好我是球鞋姐看所有的疑惑 在视频看之前我们的影片前小凯们有没有遇过外挂 如果你们遇到像是外挂的人 你们有没有按举报一波呢 可以把你们经历扣来评论去告诉球鞋哦 就在最近呢全网一直揭灭一个账号呢 该账号呢一次是被封后了之后呢又再被解封 为什么会这么说啊 因为据一个网友表示到呀 他在游戏里边呢成功举报了一个玩家 并且该玩家呢已经成功了收了十年大礼包 并且该网友呢在游戏里边呢 也是成功收到官方的邮箱已经举报了成功 可是却在搜索这一个玩家的时候呢 发现他并没有被封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大家要知道啊一般收到十年大礼包之后呢 无论你怎么解封呢都解封不老 像这种十年大礼包呢一般算是开了挂桥和十年大礼包 可是呢官方却给了这个回复 这个被封后的玩家呢是寻查误判的案例 误判后呢很快就回复了 不过呢举报反馈成功的邮箱呢已经发出去了 总结来说呢就是雾峰 难道真的存在雾峰吗 现在游戏里边寻查员呢是多之又多 再加上呢一个寻查视频呢 是通过很多个寻查员寻查之后呢才会下定论 当然呢也有可能真的是雾峰 所以官方呢才会回应 当然呢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呢他的号冲的钱特别多 毕竟呢我们可以从他组业看得到 该玩家呢名字好好哥哥 他的身上呢除了有火箭少女101呢 头发呢是一个巧克力工厂的头发 然后呢身后还有一个粉色飞机 荧幕老然的该号组呢除了是一个老玩家呢 客金大佬呢其实如果只要心愿会员呢 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一个特殊的通道呢 让他随时联系到客服 也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呢是通过这个方法解封账号的 那么客金多真的是王道吗 当然不是理性的客金还是非常重要的 点赞关注球姐 下期给大家说说一下冰糖和球姐经历 让你们知道少在游戏里客金 当然以目前小凯们对手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 关注球姐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